那一圈它有这个水沟盖可以当作我的一个定位 慈禧大学试掌生蔡东霖上一次到操场是两个月前的体育课 虽然跑步是很好的心肺运动 但对试掌者而言 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只能勉强快走 范围太大 然后没办法确定方向 因为像如果说平常我们在一个墙边 或者是扔心道的边边 那去做一个叫追击的动作 那追击就是能确保我们说就是不会走歪 然后方向不会偏 今天再麻烦你 我今天看心脏科 OK 好 那牵着我的手 其实花莲市长福利协进会有提供导盲志工 每次三小时的服务 我们市长者要去挂号 要去拿药 要去知道自己的哪一条路是对的 不会受伤在马路上 这边 OK 导盲志工的服务 我觉得就是很不错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双眼睛 可以让我们很有安全感 很放松的 就是陪着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罹患青光眼的陈立纯目前只剩左眼 还有微弱的视力 每当到医院看诊时 志工的手臂加上适时的提醒 让他走在医院更安心 好 放松 你要放掉 你自己有没有凉在家里 没有 他们在黑暗当中去摸索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尤其是在交通这一块会觉得 我们正常人都会害怕了 何况是他们 导盲志工协助确认药品名称和数量 一年多来的信任与默契 无形中也为历纯带来勇气 去年 今年又有落差了 就是很容易面对 然后就是整个身心都比较柔软一点 这就是我们能够回馈社会的一个 看到的一个奇迹的发生 志工的陪伴搞已断落 但那份温暖一直在 大海新闻 唐战军中央破登明仪 花莲报道